回到父亲老家过的那个春假 是我一生中最恐惧的回忆 父亲的老家距离我们家大约两小时车程 爷爷奶奶是普通的农家 每次当我来到这里 都沉浸在城市里少有的悠闲之中 爷爷奶奶也都很高兴地迎接我的到来 最后一次去爷爷奶奶家 是要升高三的时候 而至今大约也过去十年了 并不是过去的年车 我不想再去 而是没有办法去了 因为那一年 发生了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 当时因为正值春假 天气还有点微冷 但靠近房子中庭的走道 常年有太阳照进来 所以十分温暖 我经常坐在那里晒太阳 可是突然之间 我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我仔细听了听这声音 不像是机械的声音 更像是人发出的声音 听起来很像啵啵啵的声音 正当我在思考这是什么声音的时候 突然看见爷爷奶奶家的围墙外面 有一顶帽子 而这顶帽子并不是放在围墙上的 它正在缓缓地向前移动 我的眼神一直跟着那顶帽子 在帽子经过围墙裂缝的时候 我看见戴着这顶帽子的 似乎是一位穿着白色洋装的女性 爷爷奶奶家的围墙有两米多高 能够从围墙把头露出来的女性 身高必然超过两米 在我惊讶的时候 这个女性和她的帽子 一起消失在了我的视野里 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那个啵啵啵的声音也不见了 之后我在客厅和爷爷奶奶一起喝茶 一边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我刚刚看到一个高的难以置信的女人 爷爷奶奶也只是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那个女人竟然比围墙还要高 戴着帽子还发出啵啵啵的奇怪声音 这话说完 爷爷奶奶瞬间愣在了那里 然后爷爷非常着急地追问 什么时候看到的 在哪里看到的 比围墙高了多少 我全都如实回答了 而爷爷沉默了一会儿 马上起身去打了一通电话 奶奶则在一边开始恐惧地发抖 打完电话之后 爷爷拍了拍我的肩 今晚你就住这儿吧 没办法让你回家了 我感到非常疑惑 但看爷爷奶奶紧张的状态 也只能点了点头 爷爷说完就告诉奶奶 自己要去接K婆婆 立刻就出了门 我小心翼翼地问奶奶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奶奶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 你被八尺大人给迷惑了 爷爷会帮助你的 你不要担心 然后 奶奶就在爷爷回来之前 慢慢地把关于八尺大人的事情告诉了我 在爷爷奶奶居住的乡下 有被称为八尺大人的妖怪 八尺大人会以高大的女性形象出现 而且伴随着她们的出现 经常能够听到波波波的诡异声音 但八尺大人的目击者们描述的形象却各有不同 有穿着丧服的年轻女性 还有穿着和服的老奶奶 或者是穿着工作服的中年妇女 但共同点是她们都是身高很高的女性 头上带着东西 还有就是那个诡异的声音 八尺大人被刚好在村子东南西北边界的四个地藏王庙 封印在村子里 所以无法到外面去作恶 而被八尺大人迷惑的人 大部分都会在几天内遭到杀害 不过 八尺大人每过十几年才出现一次 最后一次发生八尺杀人的事件 大约是在15年前 这时候 爷爷带着刚说到的K婆婆回来了 看来发生了不得了的事 你先拿着这个吧 K婆婆给了我一个符咒之后 就和爷爷一起上了二楼 而奶奶则一刻不离地守在我身边 就连上厕所都不让我完全关上门 过了一阵子之后 我被要求上到二楼的一间房间里 这个房间着实把我吓到了 房间内的窗户全被报纸贴住 报纸的上面还贴了符咒 而房间的四个角落则放了大把盐巴 而且在房间里的一个木箱上 还放了一尊小小的佛像 就快要天黑了 听好了 到明天早上之前 不可以离开这里 我和奶奶既不会叫你 也不会和你说话 就这样吧 到明天早上七点之前 绝对不要离开这个房间 到了七点之后 由你主动出来 我先去和你爸爸联络 爷爷很认真的和我说了这些话 而除了点头 我也不能做什么 要好好照着刚刚说的去做 符咒不要离开身边 要是发生了什么事 就向佛像祈祷 K婆婆也这样对我说 因为爷爷奶奶说 看电视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就打开了电视 但是刚刚八尺大人的故事 和爷爷奶奶的状态 让我感到非常不安 所以电视也没能看进去 只能用棉被紧紧地裹住自己 并在里面不断地发抖 在这样的状态下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逐渐睡着了 而醒来的时候 电视上已经在播深夜节目 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 早就过了凌晨一点 正当我在想 怎么会在凌晨一点 突然醒过来的时候 窗户那边 传来了敲打玻璃的声音 我仔细听了听 敲打窗户的声音 不像是小碎石碰到玻璃 而像是用手 轻轻敲的声音 我只能努力安抚自己 一定是风所造成的声音 但还是非常害怕 只能把电视的音量调大 强迫自己看电视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了爷爷的声音 喂 还好吧 害怕的话 不用撑着也没关系哦 听到爷爷的声音 我忍不住靠近了门边 但是我马上就想起了 爷爷之前跟我说的 今晚不会有人来叫你 和跟你说话 然后门外爷爷的声音 又出现了 怎么了 可以出来呀 没关系的 虽然很像是爷爷的声音 但并不是爷爷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有这种感觉 正当我这么想的同时 全身都冒出了鸡皮疙瘩 因为眼睛 不经意瞄到了一边的盐巴 而盐巴的顶部 已经变成了黑色 我立即冲到佛像面前坐着 手里紧紧握着黑婆婆给我的符咒 开始拼命地祈祷 请救救我 请救救我 就在这个时候 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与此同时 窗户玻璃也发出了咚咚咚的声音 但我也意识到了 我现在可是在二楼的房间 难道那个东西 是在从一楼伸手敲打二楼的窗户吗 现在我能坐的也只有死死守住房间 拼命向佛像祈祷了 在恐惧中 我不知道是累得脱离 还是吓晕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 没关掉的电视 已经开始播放早间新闻 一看手表 已经早上七点三十分了 敲打玻璃声 还有那个啵啵啵的声音 也在我睡着的时候都停止了 而房间里的盐巴 早已全部变成了黑色 我胆战心惊地打开了房门 房门外站着奶奶和K婆婆 奶奶一边流泪一边说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爸爸也一早就开车赶来了乡下 准备立即接我回家 我被要求坐上门外停着的一辆面包车 车里一共进来了九个人 其他人把我团团围住保护了起来 这时候坐在我右边的中年男人对我说 辛苦你了 虽然你可能会很在意窗外 但从现在开始 请把眼睛闭上 头低着 虽然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但你有可能会看见不好的东西 然后 爷爷驾驶的小货车带头 再来是我所做的面包车 店后的 则是爸爸开的小客车 三辆车形成了一列车队 护送着我出村 车队以非常非常缓慢的速度前进 可能连时速20公里都不到 过了一会儿 K婆婆低声说道 现在开始 是最重要的时刻 接着 K婆婆开始低声送惊 突然间 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我紧紧握着K婆婆给我的符咒 原本我按照指示 闭着眼睛低着头 但不知怎么的 咪起的眼睛 还是不受控制的 飘向了窗外 映入眼帘的 是跟着车子一起移动的白色洋装 但因为头部太高 所以没有看见脸 但是 她好像想要窥视车内 开始有了准备低头的动作 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旁边的人立刻对我说 不要看 我慌张地紧紧闭上了双眼 窗户 开始传出被敲打的声音 虽然 和我同行的人 似乎看不见外面的东西 但他们 似乎依旧能听见 外面的东西造成的声音 惊慌的气氛 开始在车内蔓延 而K婆婆也加大了送金的声音 终于 声音和声响同时消失的时候 K婆婆说道 成功躲过了 之前 车上沉默的男性们 也陆续说出了太好了之类的话 我也看了看 一直紧握在手中的符咒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整张符咒都已经变成了黑色 K婆婆说道 应该已经没问题了 但为了慎重起见 她还是给了我一张新的符咒 之后 爸爸就接我回到了家里 爸爸好像也知道八尺大人的事 他告诉我 他小时候有个朋友 就是因此丧命的 而且村里还有其他人 因为被迷惑 而搬到了外地 那天 和我同一辆车的男性 都和爷爷有亲戚关系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我的远亲 因为他们的血缘和我相近 为了混淆八尺大人的判断 所以才选择了这样对冽的方式 而爸爸也告诉我 那天在路上最糟糕的情况 是爷爷或者爸爸代替我遇害 最后爸爸再次交代我 千万不要再到爷爷奶奶家去了 但是 我总是在想 如果有一天 我再次听到那个声音的话 我该怎么办呢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